188 香港經濟日報 A股震盪孔外蘋果銷售 2015年7月15日中國要問A21神州晶點蘋果將於下週二21日公布《財報》 預料iPhone銷售依舊兩眼,然而過去一個月來,該公司股價以6%的跌幅落後大市 9日更跌至2月以來新低《金融時報》的文章指,自2007年推出iPhone後 多年來蘋果的銷售急劇增長,沒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 然而,中國近期的市場恐慌卻嚇到了蘋果的股東 上週蘋果的股價徐光海股市益同震盪 文章指在中國股市狂卸下,不少投資者恐懵受損失 許多潛在iPhone買家可能無限錢購買新機 將了外蘋果達成下半年iPhone6s銷售破紀錄的目標 台鳥 斯文元 推特 歷 裷 联Im